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觉得这个目的就是有什么东西 或者是你回家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在跟着你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是心理作用了 所以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跟着你 但是这个还是应该有一点点这个保护措施的话 那就是比较有安全感 至少有安全感 所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带一些 比如说身上可以佩戴一些佛教的 比如说像波日佛经 小的佛经 还有就是佛香 小的这个佛香的香章 带在身上 还有就是秘法里面的这个金刚节这些 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我们身上什么可以什么都不带 就是去墓地的时候 就念轴 念这个观音新咒 欧马那边美红 还有就是梁华生大使的新咒等等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些是最好的保护措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